我... 啪啪 嗨大家好我是Darren 相信各位都是看完上一集的完美起乘才點進來這裡的 所以對於自己的起乘後姿勢跟站姿應該都不陌生 還沒看過上一集的朋友先看完 不然這支影片會有很多地方坐不紮實 這支影片我們要Focus在整個起乘的連貫動作 如果你仔細觀察各個Surfer的起乘動作 會發現起乘方式有千百種 你可以是這樣 用後腿輔助的起乘方式 也可以是這樣 用膝蓋輔助的起乘 也可以是這樣 完全靠手臂力量 把下盤拖起來的起乘 或者走 走在時代尖端的起乘 剛講到的起乘姿勢沒有絕對的好壞 另外衝擊量只能說是Style不同 當然每個人因為肌肉量跟身體構造不一樣 會有最適合自己的起乘方式 所以你去看 就連Tour裡面那些Pro也很難找到兩個一模一樣的起乘方式 但這些Pro在起乘上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 就是他們在起乘途中 仍然維持板子的慣性 我再說一次 一個好的起乘 就是一個從滑水姿勢轉到衝浪姿勢的同時 不會因為改變板子與水面角度而失速 再更白話一點 假設這是你的衝浪站姿 這是你習慣的滑水姿勢 那一個好的起乘 就是從這邊變到這邊的時候 你的板子不會有過多不必要的晃動 聽起來很簡單嘛 先把影片暫停 找換木板或衝浪板 底下墊個東西可以是煤氣的球或是枕頭 現在趴在板上 試試看有沒有辦法從滑水姿勢 一鼓作氣 起乘到衝浪站姿 最好是拿手機順便錄自己 沒有關係 我等你們 哇 你剛剛按暫停的時候 其實我偷偷透過鏡頭看到你的起乘 不太屌啦 你根本就Pro嘛 拜託你底下分享給大家你的起乘秘訣 這麼流暢的起乘 我還第一次看過耶 拜託各位無私分享 但 如果你剛剛起乘的時候 發現有點不順 或是板子有劇烈晃動的話 沒有關係 其實我一段時間沒有衝浪也會這樣子 只要改掉一個動作 你就跟Pro又更進一步了 但在介紹這個修正方式之前 我想要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起乘板子晃動是不好的 還記得嗎 我在這邊考考各位 因為在我們第三集的時候講到 浪板是什麼時候阻力最小 沒錯 就是當浪板貼起水面的時候阻力最小 所以如果你在起乘的時候 有過多不平衡動作 導致你板子前後左右吃水 那4B板子就會減速 這個時候浪就很有可能從底下過你 這個問題非常常出現在 剛接觸衝浪的人身上 大家感覺到被浪推的速度之後 就很興奮想要站起來 所以腳就重重給它往後踩下去 想說這樣爬起來 結果呢 反而因為過多重量壓到板尾 露出板殼板頭 然後失速 就這樣跟一道完美的管浪說拜拜 你知道嗎 你miss掉的每一道浪 就像你流失的膠原蛋白一樣 是永遠追不回來的 所以各位 一定要認真看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知道嗎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要修正的問題 或者說已經了解到起乘過程 應該保持板子盡可能的穩定 不只穩定 還不能太慢 因為浪不會等你慢慢爬起來才break 當然你也可以土法練鋼 一直在家裡反覆狂練 說不定哪天擁有過人平衡感 就可以兼職街頭賣意 或者你可以改變原本的起乘習慣 或者你可以改變原本的起乘習慣 你要知道 在水裡不像在路上 重量往下壓 往往不是身體被撐起來 而是板子被壓下去 我知道這個動作很難在路上體會 畢竟地板就是硬的 你再怎麼往下壓 最終結果還是自己被往上撐 但你可以拿一顆球去感受 當你把重量全部放在手上時 這種板子被往下壓的感覺 這在水裡面會非常明顯 當你起乘後把重量壓在手上 你的板頭會微微前傾 有時候甚至像溜滑梯一樣 就沿著浪壁往下滑 這不但能幫助你下浪 還會製造出你跟板子中間的一個pocket 讓你只要做一個簡單的收吸 雙腳就能很自然地放到起乘後的位置 你們看得出這兩者的差別嗎 一個是往上彈 一個是向下壓 然後把雙腳拖到身體底下 當然這動作對某些人來說也不是那麼容易 這需要用到很多三頭肌跟腹肌的力量 但這些訓練方法我們等一下都會cover到 我想要先在這邊補充幾個動作 大家可以在家裡自己試試看 我鼓勵各位 現在到一個空曠的地方 試試看剛剛講的起乘方式 不管你現在是用手機、平板 或者是筆電在看這支影片 先把它立在地板上 跟著我們一步一步來 先趴到滑水姿勢 好,接下來我們把手放到肋骨兩側 做一個撐起來像Cobra的動作 這邊有一個大重點 你們有發現我撐起上半身的同時 一面把屁股跟腿往前拖 這個小細節做扎實 由於起乘前預防板頭整個翹出水面 因為這個拖的動作 會把整個人重心往板頭移動 讓板頭更貼近水面 當然有沒有看過有些衝浪老手 常常輕輕鬆鬆滑幾下水就追到浪 然後可以停在這個姿勢很久 你們仔細看 他們在把自己上半身撐起來的時候 其實也稍稍的把下半身往板頭移動了一點 這樣浪就更不容易從他們伸下而過 如果這個動作沒問題了 我們就可以進到起乘的最後一個階段 嘗試把腳放到身體底下 我知道很多人會卡在這一步 不要灰心 這確實需要蠻多核心肌群的support 如果沒有辦法把腳直接拖到身體底下 可以試試看從剛剛的Cobra姿勢 先把後腳彎曲踩在起乘後的位置 用三點支撐的方式 讓前腳順勢滑到胸口下方 記得喔 整個過程的感覺還是雙手向下壓 而不是跳起來 後腳也只是輔助而已 不應該踩得太重 一個很好的indicator是拿手機錄自己 如果你起乘的整個過程 背部是呈現一個arch的動作 眼睛也能夠全程很輕鬆地注視前方 那恭喜 你距離完美起乘 就八九不離十了 但如果途中 背部會像烏龜一樣拱起來 然後眼睛 有一瞬間會不自主地往地板看的話 代表還需要再練練 有可能後腳還是踩得太重 整個動作還是太彈跳 試著更強調把板子下壓的感覺 製造胸口跟板子之間的空間 或把下盤往前挪的動作再做更明顯一點 多練幾次動作都不用快 一開始先求扎實強化肌肉記憶 速度自然而然會跟上 好啦 今天教學就到這邊 老實講今天教的東西 蠻多的 也蠻複雜的 要注意的東西也不少 建議大家就多看幾遍 沒事就回來複習一下 應該每次看完都會有一些新的體物 那動作的養成 真的需要自己親身體會 效果才會好 所以影片最後 當然也少不了給各位的回家功課 先從大肌群強化開始 我們先做Cobra 脫帶下半身 當熱身 可以穿摩擦力比較小的褲子 一路往前爬 至少30下 練一下三頭肌 再來是收腿所需要的核心肌群 搬兩張椅子 手撐著 把腳慢慢往胸口抬 再慢慢放下 這動作可以改善起蹭時 後腳會需要輔助的問題 沒事多做這個動作 不讓可以雕塑身材 之後起蹭還能夠更流暢更俐落 肌群都練完了 再來就是起蹭的連貫動作 有板子的就直接在板子上練習 沒有能夠踩的板子也沒有關係 重點是 要能夠在地板上標記滑水的位置 還有起蹭後 雙腳該站的位置 然後就反覆地從滑水的姿勢 起蹭到衝浪的站姿 起蹭時記得頭全程往前看 每次起蹭完就檢查一下 雙腳是不是站在target上 多練幾次讓它變成肌肉記憶 下次在興奮追浪的時候 你一定想都不用想 突然一個pop up 直接進跟大管 然後噴管 出來啦 哇擦 今天講了很多東西回去消化一下 功課要乖乖做 做完功課再回來看 你一定會有注意到之前miss掉的一些小細節 就這樣子反覆地訓練看片 訓練看片 下一集的嘴炮攝影師 你一定就是那個飛來飛去的生童 OK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請問這集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分享訂閱按讚 有什麼問題 用以下留言區發問 我盡可能回答大家 更多教學影片點這 更多衝浪影片點這裡 那就祝各位衝浪愉快 我是Darren 我們下集見 juu